韩国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我受到外来压力的时候 它会转化成一种内部的动力 我想对于现在中国国家来说 进入到了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一个状态 第二十三个英超进巧超越了萨拉赫 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孙兴隐 哎呦我一看这水平确实高 它替补上场之后 我说这孩子肯定能拿着主力 韩国就是说亚洲就是说骄傲 但是你看我们羊羊大国有十几亿的人 为什么会找不出几个踢球的孩子呢 羡慕着近邻层出不穷的足球人才 回到2010年2月10号的东京 未知速体育场 结束了 央视今天还报了这条新闻呢 哎呀 哎呀妈 这些营场球怎么还能出这些麻烦来呢 我去想我们说黄色人种不如这欧洲人体格那么健壮 那为什么韩国人有这种跑不死的情况 精神力量我们不夸大的时候 在有的时候确确实实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另外一个你再看韩国人的国民心里面 那种竞争意识那种自尊心的非常强 集中体现的韩国最后队就是满场飞着跑着尽头 这个精神连德国人都配了 德国精神力就够厉害了吧 94年美国世界杯 为了照顾这个欧洲收拾人群 放到中午体 那大中午热着太阳晒着 韩国队跟德国队小子在碰着 当时德国队三倍领先 韩国队苦苦追赶踢进俩球 三边最后也是这个比分结束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比赛结束克林斯曼就说了 多亏比赛结束了 我们都跑不动了 韩国人还能跑的 这要是再往下踢 我们就顶不住了 就在这种集团条件下 就说韩国人这么能跑的精神 我就想 我们说黄色人种 不如这欧洲人体格那么健壮 那为什么韩国人有这种跑不死的精神 往往不服输 尽头怎么来 你一旦要服输了 你可能就遭到厄运 竞争意识就是这么来的 你看韩国有个球星黄山火 小的时候家里很困难 出去打比赛 火车费交不起 有时候没办法 饿了人 喝凉水 把肚子灌饱了 那有时候体力没了 栽倒到场上 一咬牙站起来 对啥 我如果倒下 教练下次不用我 所以韩国人那种极强的竞争意识 就是从这种压力上来 所以我这一总结你知道 韩国这种竞争意识 来自它的一种国民性和环境 政府对这个职业足球 对国家队也都高度的重视 而中国足球的腾飞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体育 奥运会上拿了51块金牌 而中国足球在体育领域 一直成为中国人的一块心病 韩国队它真的是一个 意志品质极其顽强的国家队 不管到什么时候吧 人家不管脚法怎么样 你就看这场比赛 体力上很厉害吧 人家很顽强 到最后一刻永远不会放弃 哪怕是输了 人家也不放弃 这要说到 韩国民族历史上的一些 各个英雄 他这个意志品质问题 我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人有一项很优秀的品质 你记住 他一定有一段不堪的过往 因为人所有的优秀品质 往往都是在逆境当中历练出来的 你看我们讲 我们把亚洲这些国家对比一下 从历史来讲 中国 它在亚洲的优势是最大的 在世界的优势也很大 但中国你注意有一点 我们里边是浮沿辽阔的 南方闹了灾荒 我们往北方跑 北方闹了灾荒 南方跑 就地步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大的缓冲余地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 我们要死壳 什么事情坚决果断 这个好像当你有后路的时候 你很难有背水一战破口沉舟的决心 韩国曾经出现过几十个诸侯国 你说他不打乱套了 因为他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狭窄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相对不太理想的地理环境当中 就是一个民族想要生存下去 他只能自己跟老天爷较低 所以在韩国历史上就出现这种情况 比方说我要这个民族要生存下去 我要忍辱负重 我要在恶劣的环境之下 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 应对外部甚至化解内部矛盾这种能力 所以我们说韩国足球呢 他从起家的时候开始呢 他并不多强大 因为亚洲足球一直不行嘛 那么韩国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我受到外来压力的时候 他会转化成一种内部的动力 韩国在这点上我们说 他的意志品质 包括转化成对体能那种锻炼 为什么 他的技术上不去 如果在体能不行 我指什么题呢 所以韩国在体能训练上 真的是魔力训练 因为在这个中国的假夜联赛 刚开始的时候 90年代那时候 我在做杂志的时候 我多次到各个足球队的第一项看 我印象比较深的烟编队 烟编队当时就是用的 这个韩国的老教练 那个崔英泽 后来这个李章珠来这 执教过重庆立番队 我都在现场看过训练 就是韩国的教练 要比我们本土的教练 更加重视体能这环节 甚至早晨 我印象很深 崔英泽老头那是已经60多了 他居然早晨5点多钟起来 陪着队员一块跑 陪着韩国真的是一个 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 其实韩国到现在 都有一个制度 就是扶兵役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不管你多火的味 多嗨的韩流明星 到了年龄 必须得扶兵役 就是韩国人对自己 这个民族这种情节 有的地方挺值得我们配合 是他们觉得 自己的国货是最好的 外来的这些东西 进口的东西 都是自于国货的 很多产品他们有这样的 所以体现在足球场上的 就是韩国无论输多少 非常顽强的往上追 没错 它特点是 我踢不过你 我还踢不死你 它这种顽强的 所以说碰到不要命 好 韩国人的身体素质 为什么这么强 健身去的人应该都知道 韩国人的身体素质 几乎是亚洲第一了 那韩国人这个体质 为什么那么强呢 大家现在就经常会看到 这种新闻 就是韩国的一些 中小学生的一些军训 大冬天光着膀子 在雪地里做火撑 中国家长看起来 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你这个孩子都动感冒了 这个韩国是经常会举办 这种活动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体验 这个居女生活 伏兵义是一个强制性 使韩国人这个整体身体素质 提升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 它这里面 仓库体现在哪里 你像一般的应征的时候 它总得有个划分 你身体这个状况 搭不搭标 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筛选 然后统一来进行训练 这样这个压力还小点 但韩国不同 韩国是你不管你身体状况 什么样 你全部都得来 你这个时候就是 有些体制作的人 他很难适应这种强度的训练 但是另一面 它就是韩国的整体体质 得到了一次大的提升 你一旦踏入社会 韩国人他现在就有这么个潮流 就是你如果身体不够强壮的话 你总感觉少点什么 但现在就有这么个风气 要去健身房去健身 所以说这三点 它就是韩国成为 整个亚洲地区 身体素质最强的国家的原因 韩国四五十岁的人 你也很少能够看到 有那种啤酒部 四五十岁的人 他也很容易自己的体质问题 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更应该以一种学习的态度来看待 韩国人这个身体素质 增强的这些原因 多增强一些体育训练 减少了这个肥方率 那这就是这个韩国人的 一个身体素质的问题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而孙星明的连续突破 在我先看又来了 世界世界世界进球片的门窍 能不能听 漂亮 瞧见了 这一轮联赛最佳的进球 这会是这个赛季的最佳进球 亚洲之光 孙星明太漂亮了 一条龙突破 我的天哪 这样的反击 我们这场比赛看了太多次 但是这样的进球 太棒了 这样的进球 这真的是韩国独球 亚洲独球都骄傲 你很累了 这次球迷在鼓掌 我觉得甚至 别人累的球迷都该鼓掌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提速 然后变相 再提速 再来一步 进进区 还有劲 再推射 我的天哪 我在想啊 孙星明的球迷 在刚刚看到这个进球的时候 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孙星明 就是中国拳要想在德甲 或者在英超 这个速度是取一定因素的 你看吴磊去西班牙 他也是有速度 季孩在英超 也是季孩也有速度 另外就是身体 然后是脚下 在长个儿 在长个儿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能练力量 一定要加强灵敏和弹跳 但是力量是 唐杠零什么的都不能练 我们下巴基本上都是唐杠零 因为你长不起来 是不是那个时候练了 就是练笨了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14到16是 主要是练你们的这个灵敏度 对 包括结合球的灵敏 教练那个把球你回坐之后 转身去接个长球什么的 这种灵敏 结合球的练很多 我们在说 为什么高峰踢球踢得好 并不是他的速度完全绝对特别快 还有一个他的预判性 这是一点 另外就是他的灵敏 好多人都说高峰速度快 但是高峰好就好 他跑完之后他能急停站住 他能把这球停住扣回来 那后卫就甩出去了 对 现在你看 三位都是也做教练 做这些情绪 那现在没有人说 比如14到16我们要去练这个灵敏度 11到12这个练速度 不有事情吗 现在我能练得还早的 他带小孩都知道 现在有的那种俱乐部是要成绩的 他会练一些提前练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科学训练 就是我们训练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 而且时间越少 但是我们尽量提高质量 可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训练 没有低过两小时 而且踢完之后 孩子还会觉得没踢够 是我自己在家的 所以这种磨练是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视频就看采访孙希明 孙希明是在16岁 他们韩国有五个在汉堡清训 这我都知道 当时候在德国学习 他父亲在汉堡清训营 每天孙希明训练之后 单独父亲一对一的 给他加练两个小时 他父亲是韩国职业球员 但是而且他每天都要给他这么做 我后来就想 中国当时一强调青少年 一般就训练一个半小时 叫科学训练 可是人家不是还照搬 我们原先那种训练时间 比我们还长 那加上他在汉堡训练 他一天练三个半小时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必须要去磨才能出来 所以他从汉堡清训营出来之后 他在汉堡代表一队比赛的时候 我就在现场 我一看这水平确实高 他替补上场之后 我说这孩子肯定能打着主力 后来就一步一步地 从汉堡到洛乌库森 然后后来又去热室 比如说我之前跟的优十八 我能感觉这些队员首先 就让我们说你十八岁 但是我给他们扔投球 他们选不了最高的点 谈跳最高的点 他老找不着 如果是防守是先放外 还是放内 他还不知道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就有点 很基础的东西 他都掌握不好 另外一点呢就是 现在球员的这种 吃苦的这个精神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 你在关键的时候摇牙 大家一起努力给顶过去 人家先进入没球 一般队员基本上都泄气了 他没有说我再去 大家一起努力再给他扒回来 中国到国家队的队员 按理说他们精力很多 国外的教练一般都认为 我只要把方向告诉你 至于怎么踢 或者你应该怎么踢 你踢了这么多年的职业联赛 包括你又是职业球员 你应该很清楚 下面是你应该怎么创造 但是中国球员不行 他打小受的教育是 教练让你这么做 你必须这么做 所以他习惯这样 等他到了职业球员 到了国家队了之后 他还是希望你教练 一点点细节的告诉我 应该干什么 为什么米卢在我们 我都在得甲踢球了 回来之后 我们这些国家队员 米卢就清楚他这一点 他把握住中国人 你们是什么教育方式 为什么我们11个队员 每人绑个绳子 距离一个 大家一块点移动 因为中国球员他不知道你说 你们要这么保持好距离移动 他没有这概念 那你就绑绳子 一点细节 一点细节要求他们 前后左右 前后距离 左右距离 这么移动着 才让他们形成概念 这就是细节 中国球员你把细节给省略了 不行 这是最具侮辱性质的进球方式 在2006年 多哈亚运会 中国队和伊朗队狭路相逢 当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时 国哈尼单刀复会 冷静缓过了王大雷 形成空门 那广望的家伙 在盘过王大雷后 并没有直接射门 而是将球停在球门线上 转身高举双手 招呼他的队友们过去庆祝 随后才将球挥入球门 他的这一做法 让中国球迷无比愤怒 虽然赛后伊朗队也道歉了 但是不可否认 这是中国足球的耻辱 然而国足的耻辱才刚刚开始 当面对巴西这样的队伍 中国队已经做好了输的准备 可谁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国足史上最大惨案 这场比赛快把国足门将累疯了 这是中国对战巴西的友谊赛 比赛进入第6分钟 巴西队右路发动进攻 奥斯卡小禁区 脚上降球传到门前 内麦尔面对空门的投球攻门 打在力柱上出了底线 这是开场后最有危险的一次射门 第21分钟 巴西队横向转移中 拉米雷斯左翼启动 与奥斯卡形成二过一配合 直接切入中国队禁区 面对营上的增长与赵鹏 拉米雷斯冷静地将小角度挑射破门 巴西队1比0领先 第26分钟 沃尔克右翼强突后船中 奥斯卡再将球分到门前空档 无人盯防的内麦尔轻松破门 比分变为2比0 第49分钟 沃尔克右翼快速内切进了中国队防线 将球顺势分到左侧空档 无人盯防的卢卡斯 施射破门 比分变为3比0 第52分钟 马赛洛情场抢断 内麦尔的远射击中横梁 还在场内 中国队后卫没能及时解围 沃尔克跟上一脚踢射 将比分改写为4比0 第54分钟 巴西队的左路环中 送到门前 内麦尔跟上轻脚的将球送入球网 完成每开二度 比分被扩大为5比0 把些球员在球迷欢呼助威下 在5分钟内打入3球 而中国队像是被束缚了手脚 在第60分钟 赵鹏后场传递时被对手抢断 奥斯卡顺势突入禁区 右侧传出 内麦尔中路包抄 上演帽子戏法 将比分变为6比0 失球后 曾成也是生气的 对以后防线表示了不满 这场比赛 内麦尔成了长沙最闪耀的明星 他一人就有9次射门 反观中国队 全场比赛 在整个球队一共也只有6次射门 还有一次是在第70分钟 刘杰叶且为时 不慎将球送入自家大门 随着第75分钟 裁判叛递余阳禁区内 篮捷马赛洛实犯规 判给巴西队点球 奥斯卡操刀破门 最终巴西队8比0 完胜中国队 就威成了 国族最惨痛的一场势力 输给巴西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认 但是输给一只看不上眼的云南泰国 我只想问国族到底怎 国族惨遭对手皇冠 着实太久 此番中国队对阵泰国队 泰国队一开始就大致进攻 连进两球 早早取得了领先优势 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 与大宝在对手禁区内被放到主裁判 判罚点球 网友怕一蹴而就 中国队才扳回一分 上半场虽然落后 但球迷们还是更愿意相信 在自己的组场 国族会实现逆转 然而到所有人惊讶的是 下半场变成了泰国队的进攻表演 国族中将完全陷入崩盘的境地 完全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中国队显然已经放弃了比赛 我们的队伍在场上 总是站在不同的位置 没有完整的队形 在比赛进行到第61分钟 泰国队以4比1领先时 现场球迷已经忍无可忍 全场高呼 卡玛乔夏克 在大比分1比5输给泰国队后 卡玛乔夏克的喊声终于冲了下来 因为球迷们的口号变成了中国队解散 足球比赛可以记不如人 可以状态不好 踢不过人家 但是绝不能放弃战斗 如果对于这样的异常 惨败都无法接受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就是中国队的噩梦 国族遭遇开门黑 中国杯秒变中国杯 在中国杯首场比赛中 国族面对欧洲净旅威尔士 开场仅两分钟 威尔士队就强硬突破中国队防守 贝尔接应队友中场传球 迅速闯入中国队禁区 并突围两名国族防守 果敢大脚出射 将球送入中国队球门 第21分钟 中国队后场传球失误 威尔士球员直接抢断 并传给贝尔 贝尔迅速单刀直入禁区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射门得分 威尔士队凭借硬朗快速的打法 在中国队后场上功臣拔战 上半场结束 威尔士队以4比0领先 下半场 威尔士队依然保持锐利的球风 强制压制中国队 全场比赛第58分钟 威尔士再攻入一球 将比分继续扩大 第62分钟 贝尔在后场中路 接应队友戴维斯长传 他再次单刀直入中国队禁区 果断射门 比分最终定格在6比0 14亿人中 竟找不出一个梅西 国足后继法人奠定了熊猫碑的三连败 国足主帅跑路 球迷大跌眼镜 继0比2书 新西兰0比2书爱国后 与韩国队争的这一场 让中国男族黄刷三大吃辱 上半场 国秦队防守较为成功 遏制了韩国攻势 但下半场的韩国队 展现出了强大的一面 韩国队新兴黄仔焕 几乎一节之力 打爆了国秦的防线 这是精彩的个人秀 个人表演 又是黄仔焕 国秦后卫 酿枪着倒地的一幕 不知道刺痛了多少人的心 韩国年轻人打出漂亮的进球 不禁让人感慨 为何我们没有如此的天才信心 90分钟战霸 中国国庆 临比赛不敌韩国国庆 整个熊猫碑 国庆三场比赛 多了多达7个球 一球未尽 与同年龄段的差距 显露无疑 值得粗些深思 在颁奖年龄后 韩国球员公然侮辱熊猫碑 他们脚踩熊猫碑露出善效 我们的熊猫碑组委会 忙着向韩国足协提出抗议 最终我们得到了 全体韩国球员的道歉 然而这些做法有必要 但没有意义 熊猫碑上的失望结局 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更明白跌下去是耻辱 站起来才是尊严 希望国足能走出一条 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道路 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球迷们还等得起 但是你看我们羊羊大国 有十几亿的人 为什么会找不出几个 这个踢球的孩子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 特别大 说实话 我也很难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是进行了一些思考 那么我跟所有人 就是很多人问我 说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行 同样的问题 这么多人口 我问你 反过来问你几个问题 假如说你有小孩 你会让他踢足球 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球迷 但是球迷们却不愿意 让自己的孩子踢球 对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 一个氛围 跟这个环境造成的 你会让小孩踢球吗 你的小孩子如果遇到 升学考试 学习压力大 作业多 你会让他踢球吗 你的小孩如果你愿意 让这些都满足了 他在哪踢球呢 学校有操场 有运动场 有运动场 学校让他踢吗 好 这些都满足了 谁来教他呢 我们讲说 我们这么多人 选不出一个 对不起 我们不是从13亿人里边选 我们可能只从 我们足球人口 一定没有我们的邻国 我们的邻居 小国 日本多 一定没有汉国多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的 可选择在这个面很小 你可以喜欢 你可以来看 但是当面临着 那是不是以足球为你的职业的时候 很多的家长都会选择 读书 觉得是需要整个社会动起来 而我们的另一个近邻韩国 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培养上 同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四年前我们的设置组 就在韩国首尔进行过深入的了解 在那里 我们看到了富有热情和能力的基层教练 属于学校自己的专业 而且拥有灯光照明的足球场 以及无数为梦想努力训练的 韩国青少年 在当时 我们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二十年 但我们在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机制上 似乎仍在原地踏步 足球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喊了很多年 我们为这个理念又做了些什么呢 看到插体 学习进灵的先进经验 是我们足球发展过程中 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刚刚来到水源三星训练基地 水源俱乐部青训总监全精才 就亲切地问候了远道而来的小队员们 随后 更是由水源青训教练 按照韩国小运动员的标准要求 第一次出国的绿色荣耀的小队员 都是难得的经历 当然 对于喜爱足球的孩子来说 汉永远不如自己亲自下场比赛来的过瘾 与年龄相仿的水源三星少年队 进行了友谊比赛 让绿色荣耀的小队员们 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 也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他们希望下次再来韩国 能让这些新朋友们 看到一个更强大的自己 四年前 看不到中国足球未来的我们 羡慕着韩国的青少年培养 羡慕着近临层出不穷的足球人才 作为一个轻训机构 绿色荣耀 他们带着球队去韩国的一个出访 那么从这次出访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 尽量多地了解一下 韩国的青少年的体制方面的一些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咱们先看一张图表 这图表其实是宋老师提供的 是吧 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这个是就是韩国 这图表里面就比较一目了然 我在这边就想说的什么呢 韩国呢 以前一直是学院足球为主 以前没有过俱乐部的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俱乐部的概念呢 其实就是车范根从德国回来之后 在开设车范根足球教室 以这个是它是最开始的 08年是为什么是08年呢 08年那是韩国呢 是开设了青少年的联赛 当时是从无论是小学 初中包括大学 之前呢 韩国这个比赛呢 基本上都是赛会制的 就像我们一直到去年为止的 基本上是这个到什么就放假期间 暑假期间 寒假期间 拿一个这个什么画廊大气杯呀 什么大统领杯呀 什么想想这样 所以呢 当时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很多球队一年只能打个五六场比赛 对吧 你跟我们比如说 打完小组赛比赛之后 你淘汰了的话 你就一年参加了三个比赛 你也就打个九场比赛 所以呢就打了这个 就开始了联赛 然后刚开始开设联赛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学校为主的球队 然后08年你看 08年时候是零 不过呢 또09年的时候 这些球队 啪啪啪啪的进来了 李维이펑은 인터뷰에서 中国 축구와 한국 축구의 격차를 개인적인 경험을 통해 다음과 같이 이야기했다 솔직히 말해서 중국과 한국은 그다지 별 차이도 없는 것 같은데 왜 그렇게 절대 좁혀지지 않는 격차가 있는 걸까요 저는 우리가 너무 편안하게 지냈기 때문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제가 2009년 그곳 K-League에 갔을 때 사실 생각은 간단했습니다 당시 제가 좀 잘 나가고 있었기 때문에 아시아에서는 최고의 수비수라는 생각이었죠 도착한 후에 몇 가지를 확인할 수 있었습니다 우리 팀의 많은 선수들이 30대 40대였는데 아침에 조깅을 나가는 게 아니겠습니까 더구나 그날은 날이 매우 춥고 밖에 눈까지 왔습니다 아침에 일어나서 달리는 목적이 뭐냐고 코치에게 물어봤습니다 그는 말하길 너희의 체력을 기르도록 하고 싶은 생각은 없다 너희가 스스로 채득하길 바란다 나는 주로 너희의 이 부분을 훈련시키고 싶다 라고 하면서 머리 쪽을 가리켰고 주된 건 의지력이야 라고 덧붙였습니다 제가 듣자 하니 아 정말 그렇구나 아이고 나도 바꿔야겠다 라는 생각이 들었습니다 우리는 아침이면 날씨를 보고 눈이나 비가 내리는지를 살피죠 혹시라도 좀 쉬게 할지 모른다는 생각에 말이죠 그렇게 저는 차츰 모든 걸 깨닫게 됐습니다 이에 대해 이 글의 저자는 마지막에 말합니다 사실 나는 중국축구와 한국축구가 별 차이 없다고 생각하지 않는다 실은 청소년 훈련, 명예, 기술과 전술 등등 전방위적인 차이가 있다 그는 그 중 일부만 말했을 뿐이다 나머지 차이도 당분간은 따라잡기 어려울 것이다 오오오오오 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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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ng 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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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놀라 죽는 줄 알았다. 두 골을 넣어서 다행이지 그렇지 않았으면 살라가 혼자 득점왕을 차지할 뻔했다. 식은땀이 흐를 정도로 긴장했다. 살라 정말 싫어. 다행히 오늘 손흥민도 쩔었지. 원래는 오늘 잘 안 풀리길래 한 골만 들어가면 좋겠다 싶었는데 뜻밖에도 두 골이나 들어갔다. 손흥민이 두 번째 골을 넣었을 때 나는 소파에서 껑충껑충 뛰었어. 이로써 프리미어리그 역사상 최초로 아시아인 중에서 실력으로 골든부치를 거머쥔 왕자가 탄생하게 됐다. 위대한 아시아의 축구 영웅. 다른 집 축구 선수지. 한국인들은 어떻게 생각할까? 특히나 한국 팬들이 부럽구나. 너희들 축하한다. 고맙다 손흥민. 전세계의 아시아인도 축하할 수 있고 득점왕이 될 수 있다는 걸 보여줬어. 나는 줄곧 그가 만약 중국인이었다면 신으로 대할 수 있었을 거라고 생각해 왔어. 그가 중국인이었다면 지금 벌써 축구계에서 탈락했을 거고 시합에 나갈 기회조차 없었을 거다. 한국인들은 어떻게 생각할 수 있는지 모르겠어요.